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台中是年近11岁的陈姓南童,与妈妈外出时,因妈妈不带她看电影,她负气乱跑走时,灵机一栋拦机乘车,向司机匡称我被妈妈丢包,司机感觉怪异而报警,他见到远景却嚎啕大哭,坦诚他担心返家被妈妈责骂,警方赶紧联系母亲领回,并趁机教育南童, 妈妈都是疼买子女,为了子女好,不能再有如此的偏差行为,司机伯伯,搭车回家要多少钱,南童于本月11日中午12时许,在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前拦下计程车,向司机询问车司,他还宣称,与妈妈外出,却被妈妈丢包,才想搭计程车返家,不过,司机见他独自一人, 且年仅11岁,感觉不寻常,向警方报案执法院前有一名迷路南童,中市警局三分局健康派出所迅速派遣二名远警处置,远警抵达后,南童却开始哭泣, 他坦词说谎骗司机,实情是妈妈不愿带他去看电影,他一直负气,从母亲驾驶的汽车下车乱跑,随后走丢,身无分文又没带手机,也不认识路,竟邻急移动栏计程车想回家,他担心返家后会被妈妈责罚,远警先将南童带反健康派出所后,安抚南童的情绪, 从中开导男童偏差行为,警方很快联系到妈妈来领回儿子,他感激说,儿子负气乱跑而走失,他正焦急万分,幸好警方安置儿子,他相当感激。